這是我們的記憶 他長大以後他可能當下小兒子來 我要去空間看飛機 我要去看戰車 這個叫記憶 基隆一鎮公園展示陸海空 廚藝武器展出了二十多年 現在傳出即將熄燈 讓民眾好不捨 你產平的這裡是沒有特色 觀光客來了 那他們來看什麼 現在只能去那邊看海門天顯 也不是很漂亮 可以看海景 你就是看這個型態 小孩子可以教育 那你移掉的話 你就拿其他來代替 這名的宜鎮公園長期展示 陸軍M48A三戰車 海軍五寸艦砲 鬼桿船矛及裝甲車 還有空軍的F-104G 新式戰鬥機 聖利女神飛彈 試驗府每年定期維護 仍然無法抵擋 竟用多雨潮濕天氣 試驗府決定年底移除 歸還軍方處理 民國88年的時候 我們去陸海空軍各單位去申請 這一些成長武器 那經過二十多年來 我們基隆市政府 每年都會定期 進行保養跟維護 但是基隆市因為天氣潮濕多雨的地理條件 所以說經過二十幾年來 我們這樣子評估 這一些武器已經嚴重的鏽蝕 而且為了保護我們市民朋友 還有路過的車輛的安全 所以說我們近期的話 已經在規劃 就是把這一些成長武器 還給這一些所有的那個 陸海空軍的各單位 不過義政公園內 具有百年歷史的 阿姆斯托朗 後堂八吋砲 具有文資身分 將現場保留 把這一些武器的話 還給我們陸海空軍的 各相關單位 那拆除完畢之後的話 我們基隆市政府 會進行整體的 廊帶規劃 讓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能夠呈現更優質的一個 休憩的空間 給市民朋友 有一個更好的休憩空間 義政公園是很多人 基隆人的記憶 尤其是長輩 他們會帶他們的孫子 或者是孫女來這邊 看飛機 然後拍照 也是很多觀光客 打卡的景點 都坐遊覽車上來 那今天呢 我們市政府沒有 維修 或者是防袖的經費 要把他們移除 本人是覺得相當的可惜 因為這是存在好多 基隆人的記憶 那以後 沒有這些設施的話 沒有這些議政的東西的話 那是不是要改名了 那以後呢 我們市政府有什麼規劃 或者是這邊 會有什麼亮點 能吸引更多的基隆人 或者是外面的遊客 議政公園展示的推移武器 將正式熄燈 居民不捨 也期盼 政府能夠將場地 妥善規劃 記者 黃少民進行報導 折騰